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 发生在晚清同志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1872年 时任广西暗查史的严树森 在其日记中记载的 以死将尸奇人事件 所谓暗查史 主要是主管一个省范围的刑法之事 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 也有部分省组织部部长的工作职能 工作性质使然 需要他到处跑 这就让他有了亲历案件的可能 这件事说起来还真是蹊跷 当年七月上旬 靠近越南边境的平祥县 在边远山区的某部落 不明不白的情况下 竟然突然死了三个人 身上都被咬得稀烂 部落人怀疑 是附近的仇敌部落所为 于是双方发生了惨烈的窃斗 造成几十人受伤 这在当时也是严重的刑事案件 几天之后 管辖的太平府派人前来调查 负责此事的一位是府中的参事 一位是寻补房的补头 按照当地习俗 尸体其实已经火化了 没线索了 补头他们也就是想过来 安抚一下众人情绪 没想到到达的当天夜晚 再次有个部落的人突然死亡 部头暗暗高兴 好吧 这次肯定能为案件侦破 留下线索 结果等五座验尸后 这个报告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结论是行凶事件并非人类所为 古时候科学不发达 既然不是人类所为 那肯定就是妖魔鬼怪了 官府赶紧请来十里八强几个巫师 前来做法 呃 巫师们东搞西搞忙活了半天 啥也没抓住 这件事呢便不了了之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事还没完 更大的危险正在破晋 过了几天 在一个月朗星期的夜晚 人们正在酣睡 突然有一群疑似僵尸的怪物 冲进一个村 见到活物就咬 包括鸡鸭鹅狗猫 更包含人 当晚 村里有十八个人被活活咬死 恰巧 严树森就在附近 听到报告后 立即赶往事发地 他雷厉风行 首先下令封山 村子方圆三十里不得进人 然后下令烧山 大火烧了七天七夜才熄灭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僵尸袭人的事 广西僵尸袭人事件 就此平息 不久之后 他给朝廷上奏 他可能觉得 你要真说是僵尸 皇帝肯定也不信 还得怪你查案不利 找如此荒诞借口 他搞不好 职尸袭不保 便只字未提疑似僵尸的事情 只说是越南境内 英籍利人 勾结我国奸人 烧杀抢掠 欲行不轨 只说是英国人搞的鬼 那么这些僵尸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有一种传说 神乎其神 说是僵尸事件爆发前 边境口岸 当时进了一批 沙鹅的货品 一个夫役 在搬运进程中 不小心打翻了一箱货品 里边摔出来一个金属杯 那名夫役 感觉这东西 该值点钱 就暗暗据为己有 但当他拿回家之后 没几天 莫名其妙的死亡了 有人就认为 那批沙鹅货品 搞不好 就是某种生化病毒 之后泄露了 才导致了 人类感染成了 吃人的怪物 发生了僵尸事件 这种说法呢 没有任何确切的记录 也许是丧尸天看多了 还有一种主流说法认为 会不会是狂犬病咬人呢 或者集体疫症的 精神病患者 发病时乱咬人呢 原本只是咬了几个人 以讹传讹 就传成了 僵尸咬死的几十个人 严树森会不会 也只是道听途说的传言 便信以为真 做出了荒唐事呢 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